我們接下來這個是否為直數這一題 那我當然這邊有一個範例的程式 其實邏輯非常簡單 我剛剛提過 就是你執行的時候 假如說先輸入一個整數 我輸入一個53 Enter 這個是不是直數 它是直數 因為它除了1跟自己本身能整除之外 其他都不能整除 那所謂的討稅這邊的話 需要知道1如何讓使用者輸入資料 那輸入資料我們前面講過 用input 有沒有 input 請輸入一個整數 但是它輸入之後的話 因為那個python3的版本 input 是自竄 所以自竄的話 我們要來做比較的話就會出問題 所以記得要把它轉成int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寫一個int把它轉型 然後這個有個prime 這個prime 這個接收到之後的話 這個prime這個接收到 假設我今天輸入53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做什麼呢 它是不是 4圈就跑什麼了 它除了1不用了 從2開始 2到它自己本身的前一個 所以比如我輸入53 那我希望它能夠判斷說 它能不能被2到它前面那個52 2到52呢 有沒有一個數字能夠整除的 所以第一個範圍先給它 所以呢 for i in range 第二到52 這個之間的範圍 那做什麼呢 如果能夠整除的話呢 就是這個數字 目前跑出來這個數字呢 more 這個是person person哪一個呢 person 後面這個數字 就是我們產生這個數字 如果等於0的話 意思就是整除 前面好像有寫過類似東西 如果能夠整除的話呢 那我就怎麼樣呢 就這個多增加一個reval 等於true 所以你會發現 result實際上是布林 是布林值 預設值為false 所以呢 當它為true的時候呢 那我就break break的意思是說 就跳離這個回圈了 就不用再繼續跑了 表示說呢 它就不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直數 所以呢 result true表示它不是直數 result false的話呢 表示它是直數 不過這好像有點 那個邏輯上 大家要稍微轉一下 好那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接下來就是 if result等於true的時候 表示它不是一個直數 要print這個結果 反之的話 就print這個結果 OK 所以你會發現 假設我今天 剛剛執行的話 輸入一個53 它實際上就是 enter 它就到2到52了 然後跑跑跑 跑到 這邊都不行整除嘛 所以break 跳離之後的話 那因為呢 它一直 它裡面不會跑到true 它只會跑到false 所以這邊不會跑這個true 所以會跑什麼 它是一個直數 OK 就是enter過的話 它就是一個直數 OK 那當然反之啦 如果今天輸入52的話 52呢 理論上 它會在多少 應該2吧 2就能整除了 對 2就能整除了 OK 等於52除以2的話 它其實就可以整除 沒有餘數嘛 所以呢 enter過之後的話 它就輸出 不是一個直數 那 可是你會發現 像我自己看我這個程式 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可以讓這個程式更簡化 第一個我覺得 很想要把這個砍掉 如果今天不用這個true force的話 有沒有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想要把這個拿掉的話 那我應該可以 當它能夠整除 那它就是應該是一個什麼 它就不是直數嘛 對不對 就不是一個直數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就假設 我就不需要判斷了 OK 那當它 不是直數就跳出來了 那可是問題會出現 break 可是你會看到break 然後 假設我今天 如果它不輸 不是直數 那它就一定是直 就是它如果不是直數 就是整除的話 那反之 它就不會進到回 它就會是 欸 看起來好像沒錯 不過你會發現執行的話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輸入53 enter 欸 你會發現53 欸 程式好像這樣很OK啊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今天執行什麼 執行52 52能夠被整除 它雖然呢 會執行 這一個 有沒有 但是你break之後的話 跳離這個回圈之後 好像還是會多跑 我試一下 你會發現52 enter 你會發現它會跳什麼 它會輸出 這一個 有沒有 它不是一個直數 但break 它一樣還是跳離 可是跳離之後的話 還是會執行到這一行 OK 所以喔 順便補充一下 當然程式如果你要讓它 更精簡 像我剛剛有沒有 已經把那個邏輯砍掉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喔 這邊呢 當然如果它是直數OK 它會一定是跑這一行 沒問題 可是如果它不是一個直數的話 它break之後的話 還是會跑下面這一行 所以其實喔 我們只要怎麼樣 就 不要讓它break之後的話 其實就是離開了 離開 其實就整個跳離程式就好了 你就不要在執行下面的話 那這樣子喔 其實可以讓程式跑得更簡潔 所以喔 接下來你可能需要知道一個 一個指令啦 一個 這個指令的話 其實就是 可以讓它直接把程式結束掉就可以了 OK 那程式要怎麼樣 整個執行 把它結束掉 在VBA裡面喔 有一個叫elix sub 有沒有 我們前面都寫過 elix sub 就是跳離這個 這個sub程序 但是問題喔 類似的功能 python怎麼寫 特別注意喔 其實也是elix 不過喔 它不屬於內部的一個功能 一 你必須要import什麼 import一個叫OS OS OS的這個套件 對 其實這個OS還蠻重要的喔 OS 應該就operation system吧 就有點像那個作業系統的相關操作 OK 所以喔 應該對 聽起來就還蠻大 或者另外還有一個啦 叫system SYS 兩個其實都可以啦 但是用OS稍微簡單一點點 OK 那我OS之後的話 其實就不要break了 所以這個break可以拿掉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OS 但是說真的 假設我不知道有沒有exist 當然你點下去啦 其實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以後你想要知道 OS裡面有哪一些 那個function 哪一些 那個相關的屬性跟方法可以用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它會列出清單 那這邊其實都有 那你可以向下找啦 其實我印象中 這裡面應該有一個exist 不過 一開頭的 這邊好像沒有 不過我剛剛往下找了一下 好像發現它那個不叫exist 它叫 很奇妙 它命名方式 就一定要是叫什麼 exist加s好像 嗯 好像不是 應該是exist status 所以喔 變成exist 裡面一定要加一個底線 你不加底線好像不ok 我剛剛好像直接打一點 不行 它一定要是一個什麼underline 或者你用選的也可以啦 點兩下 那status一般喔 如果我不要任何的狀態 你就輸入0就可以了 傳一個0 剛才說不需要 就是status狀態的話呢 我就不告訴你任何的狀態就ok了 status把它補一個0 這樣的話呢意思是說 我的程式 跑到這裡之後呢 就直接結束了 類似像VBA裡面exist sub 這樣我們來試試看 剛剛會 當然 我們至少 第一種53 一定是要ok 可是第二種 如果像52 這種 它不是直速的話 剛剛會到這邊 break跳旅 又執行一次 所以呢 我今天 OS 會不會ok呢 enter 欸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有的時候呢 如果你不會用 OS.exe的話 變成你要怎樣 程式就變成要多寫一個邏輯判斷 一個TrueFalse的Booling 然後再一個邏輯判斷 寫起來感覺就會比較冗長 所以喔 這邊的話 順便補充一下 就是請你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 稍微修改一下 這個是第一個啦 就是剛剛的部分 可以把它改成用OS.exe來做 那第二種方法 就是如果你今天呢 你不要用OS.exe的話 那你可以把剛剛的這個東西寫成 制定函數 那制定函數呢 其實喔 就有點像內部的一個函數 我可以傳一個值給它 它會return一個 當然它可以有return值 也可以沒有return值 在VBA裡面喔 如果沒有return值 就是sub 如果有return值 就function 可是問題特別出於喔 在python裡面喔 不管有沒有return值 它都叫df 其實它叫define還是什麼 一定都叫df 不管有沒有return值 都是df 那差別是說呢 如果有return值的話 它的叙述裡面會有return 但是如果沒有return的話 它就是一個 類似像VBA裡面的sub 跑完就結束了 OK喔 所以這地方當然你也可以把剛剛的這個 剛剛那個制定 就是值數的部分呢 可以改成制定函數的寫法 那你怎麼傳呢 就是輸入一個值 然後呢 寫一個test的這個制定函數 你傳一個數字給它 它會return一個true force給你 假如true force 欸 true的話呢 那就是 怎麼 它不是一個直數 假如force的話呢 它就是一個直數 也就是說剛剛那個運作的地方 是在制定函數裡面跑 這個也許變化題啦 反正將來的寫法很多種 但是喔 其實還是真的以精簡 像我的習慣啊 越精簡越好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break 你又多學一個os-elit 其實它蠻好用的 多一個方法 你會發現程式變得很簡單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第一個呢 可以精簡程式 用那個os-underline-elit 取代原來的break 它就 你會發現就少寫一個邏輯判斷 第二個呢 如果 假如說你要用什麼 自定函數來做 其實也ok 自定函數 自定函數的話呢 怎麼去define 其實在python裡面也蠻重要的 很多地方 如果你那個程式 會不斷不斷的被使用到的話 那就有必要把它寫成自定函數 ok 就是像回圈裡面又不斷 不斷要判斷 假設你要丟很多數字去判斷 這些數字是不是直數的話 那當然你不可能說 你每次都寫一段這個程式 每次又再run一次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就有必要 乾脆寫一個自定函數 來判斷是否為值 是的話就true ok 是的話就錯 這個邏輯 乾脆轉一下 是直數就true 不是直數就false也可以 那這樣的話比較好理解 請各位試一下這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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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